而除了光复的大丰大富社区的甘蔗节 瑞瑞乡公所也透过圆明会 产业扶植计划的协助 扶植推广部落小旅行 农产升级加工等辅导工作 打出了部落产销漂亮的成绩单 而在10号的下午是借着 原位音乐市级的办理 来展现辅导的成果 部落头目带领乡长陈金光 乡代会主席陈廖安一起手牵手 唱阿美族歌谣 进到瑞士乡狗狗圆明音乐市集现场 同时狗狗代言公仔也首度亮相 受到大人小孩包围和引流念 瑞士乡公所透过圆明会产业扶植计划的协助 三年前开始积极结合部落推广 部落小旅行深受各界好评 而接着串联返乡青农及在地小农资源 提升部落产业产值成效卓助 也深获上级单位的肯定 让我们能够把瑞士乡的农产品 跟我们的特色一步一步的推出来 这就是圆明会不断在各地方 要推动的一个扶植产业 计划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从部落小旅行开端 今年更着力在扶植部落各个产业 农产加工研发 增加农产附加价值 厂长陈金光表示 借着狗狗原位音乐市集的活动 和社会大众分享认识箱原民部落产业福祉计划的成果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很轻松的方式 在加热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看我们部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而且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互动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 这些金曲奖的原住民的歌手 也希望把我们原住民的元素 不只只有我们在地而已 可以跟其他的部落做一个结合 来延伸出更多我们部落的文化 热水温泉竹塘公园 登场的狗狗原位音乐市集 半丰街市的原位市集摊位前 人满为患 主办单位也特别邀请金曲奖 原住民得主戴小军 宛容马远春的马永恩现场演唱 吸引了许多游客及泡汤民众 到场分享也感受产业扶植的甜美成果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网络导